走廊过道的吸烟处,身材极长的男人一连抽了好几根烟之后,有些情绪这才被平复下来,他的烟灰散落了一地,男人捏了一下眉心,长腿迈向电梯处,楼层刚好到了这一层,他正准备走进去,父亲红那张见兮兮的脸就被他放大在了眼前。 嗨,喜致 你怎么来了 再怎么说也是在我地盘上出的事,我能不过来看看 周浩把你那掀了 嗨,掀倒是没掀,就是那十八线秦俊,这辈子肯定是要段子结孙了 他是家里独苗,虽然不是什么大伙人家,但是出了这样的事,你也是个男人,懂我意思吧 嗯?我听说那部电影的导演是他亲戚,你打点一下吧 打点什么?我已经把他辞退了,你以为他有点才华为我赚了几十个亿,就能在我地盘横着走了?做梦,我告诉你啊,翘翘也是我妹妹,欺负她,不直接打我脸吗? 程喜致看他好像比自己还不爽的样子,也没再说什么 不过话说回来啊,喜致,也确实该给你们家俏俏一点教训了 他那个性格,唉,真是,别的我也不多说 希望他以后能乖一点啊,娱乐圈能是他这种小孩子说闯就闯的 唉,对了,我连那个兼职假装一并开了 什么眼神啊,这人 你开心就好,傅锦红在心里骂他 靠,我自己下手总比你的人下手强吧 我再怎么着都只是让人丢了个饭碗 可邹浩呢,他直接把人给废了好了 不过那人也确实活该 也算邹浩为那些师祖小姑娘报个仇吧 顶层很快就到了 而在VIP的重症监护室 人一走进来时就感觉到一股明显紧张压抑紧绷的气氛 那是一间放满了各种仪器的顶级病房 房间里仪器的滴滴声响起 那房间并不算大 正中间的病床上躺着一个面容娇好的少女 哦不,其实也不能说是少女了 毕竟她今年也已经三十岁了 当年她昏迷步行躺在床上时才二十一岁 可是九年都过去了 女孩的那张脸看起来还像是个少女一样 承袭之并没走进去 只是站在ICU的玻璃窗前看着她 她的眼眸深远的 仿佛是在看着里头躺着的女孩 又让人感觉 她好像是在透过那女孩看到了别人的身影 傅景洪和她并肩站着 她对里头那位少女 向来就没太大的好感 只是看了一眼就移开了自己的视线 最近还经常来看她吗 承袭之并没有大话 这时有脚步声传了过来 傅景洪扭头一看 那是一直在给少女做植物人恢复治疗的医生 程先生今天怎么这么晚过来了 她还是老样子吗 是啊 那次我也和程先生说了 已经九年了 醒来的希望基本没有了 如果过了今年她还是这个样子 那程先生不如让她归去吧 如果明年她还是这样醒不过来的话 就让她去吧 医生一脸震惊地看向她 像是不敢置信似的 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就连傅景洪都有些吃惊 现场的气氛意识之间 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医生看了看他们两个人 识趣地找了一个借口就离开了 我刚刚没听错吧 你想放弃 程细之也并没理她 她的眸光再次锁定 向了躺在那里 毫无生气的少女身上 有什么东西 在傅景洪的脑海灯中一闪而过 你别告诉我 你喜欢上那个陶乐乐了 啊 嗨 啊 对对对 她可是你法律意义上承认的老婆 程细之甩给她一记 你是神经病吧的表情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突然想放弃她了 她是为了什么躺在这里的 不用我说你心里也清楚 温温 何温一这女人我不喜欢跟不喜欢 但她确实为了你 走吧 我靠 傅景洪又在心里骂她 简直都快让人尴尬死了好吗 最近承袭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大正常呢 而临走前 傅景洪那迷人的桃花眼 进不住又朝着病房里头瞄了一下 她在心里付费道 何温一 我其实也不想你醒过来 喜之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 两个人回到陶乐乐的病房时 陶乐乐已经醒过来了 她正靠在床头上打电话呢 她的嗓音轻轻揉揉的 让人听了莫名地觉得很是愉悦 完全没有了在顶楼病房时的那种压抑感 嫂子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俏俏 你别哭了 我又没有怎么样 可是要不是我 你怎么会说这样的罪 嫂子 你现在心里一定恨死我了 对不对 还有我哥 你说他会不会把我绑起来揍一顿 都说了没事了 你哥那么疼你 他也一定不舍得打你的 很晚了 你快去睡吧 我已经不疼了 那小嫂子 我明天去医院看你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我让王爷给你做 嗯 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说不定明天一早 医生就让我出院了 你别让王爷张罗了 程俏俏又叮嘱了他好几句 这才依依不舍地挂断了电话 你们来了 哎 陶妹妹 怎么样 身体好些了吗 只是金石已飞昨日 那句副老板 他已经叫不出口了 肚子饿不饿 饿了 男人还没回话 床头柜上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而屏幕上 亮着康言尾三个字 陶乐乐定了定 他想不通 他为什么会给自己打电话 正准备拿起手机机电话呢 程习之却是快他一步 就把电话给挂了 毫无犹豫地 接着就把手机给关机了 陶乐乐 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 他想着自己有伤在身 也没搭理他 男神老公吃醋的样子 真的好可怕呀 而一旁的傅景红 看着程习之 这low逼到家的招数 他憋得想笑 想吃什么 想喝碗粥 喂 你去买 我靠习之 我好歹也是个大老板 买粥这种小事 你让我去做 你也知道你是个大老板 我的人是在你的地盘上受伤的 我没让你付医药费 已经算是很便宜你了 好吧 我理亏 我认了 他的一双桃花眼看向了陶乐乐 突然就起了一丝 要气死某人的想法 陶妹妹 来 告诉傅叔叔 你想喝什么粥啊 叔叔去给你 他的脚背男人伸出的长腿 狠狠地撞了一下 男人的皮鞋是尖的 而且他的力气又大 踢得傅锦红疼的呲牙咧嘴地说 我操心只 你干什么呀你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没看到 那个 你没事吧 没事 他皮糙肉厚的 碰一下死不了 你 傅锦红想说 有本事你也让小爷我踢你一脚试试呀 可是话到嘴边 他又咽了下去 哎 谁让他刚才 嘴见呢 要知道 程熙之一旦吃错的话 真的很可怕的 傅锦红走了 病房里就只剩下陶乐乐和程熙之 因为校伍 他让他打麻药的事情 他心里有些不舒服 也不想面对他 身子微微地弯了弯 他又滑进了被窝里 侧着身子躺向另一边 明显不想看他的样子 如此孩子气的做法 程熙之怎么会看不懂他呢 男人的毛子沉了沉 看了看陶乐乐 要是再怎么装睡 那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这个人 他就不能要点脸吗 陶乐乐闭起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他翻过身子 一双眼眸停留在了别的地方 叔 你有事吗 你生气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看我 又不是没看过 有什么好看的 与时之间 现场的气氛有些冷场 偏偏某人又不擅长哄人 尤其对方还是一个 比自己整整小了十岁的女孩 舍兰 替�� enterprises 摆得 快点 快点 感谢观看